你肯定不相信,这个长得像老鼠的家伙,却是两三百斤熊猫的幼崽,出生第一天,已经长出锋利的指甲,虽说幼崽很小,但熊猫妈妈生产时也要经历极大的痛苦,疼得她快要窒息,终于是泄火了,熊猫幼崽咕咕坠地,真是让人激动,熊猫美胎一般就生一只,怀孕最长时间可达六个月,这是熊猫妈妈首次生宝宝,饲养员找到熊猫爸爸说,喂老伙计,你当爹了, 她听得一脸惊讶,不会又被栽赃了吧,做月子的熊猫妈妈拥有两个月嫂,饲养员却在用零食骗她,注意看右边,在她不注意时,幼崽瞬间被顺走,下一秒她懵了,我的孩子呢,原来小熊猫被抱去体检,每天要给她两体长根称体重,当然还有腰围,兽医要认真记录好这些数据,幸运的是,幼崽很健康,各项体检项目都已达标,指甲也变长了,兽医说必须马上把孩子送回来, 要不熊猫会忘记自己孩子,才过去十分钟,熊猫妈妈就像失忆了似的,无忧无虑享受着下午茶,在医生把幼崽送来时,还好她又恢复了记忆,带娃特别苦,一天得哺乳七八顿,每天除了喂奶就是在喂奶的路上,宝宝长得很快,一天一个样,妈妈上个厕所,都要趁孩子睡着时,熊猫妈妈太累了,黑眼圈明显严重了很多, 一天到晚无精打采,月子没做完就快撑不住了,有时还奶着娃,突然就倒地睡去,瞬间就秒睡过去,当妈的都不容易啊,这是她七十天跟八十天的样子,到了一百天,已经跟妈妈一样,有了严重的黑眼圈,饲养员带去体检后发现,体重居然超过了六点六公斤,因为没偷吃糖,自然也没蛀牙 两个月后,妈妈头疼了,小熊猫变成了小恶魔,特别爱捣乱,妈妈的育儿方式比较暴力,加上对孩子要求严格,气得她一巴掌打了过去,妈妈咬牙切齿,咬住幼崽拖拽着,当初就应该把她塞回去,面对熊孩子,有着跟人一样的教育里面,接着又是一个响亮的耳光,熊猫妈妈本想带回家武力解决,但还在气头上,丢下来后还踢了一脚,最后母子俩分道扬镳,吃零食时, 妈妈一掌把孩子推开,小熊猫悲伤离场,那委屈的小眼神真让人心疼,饲养员看她可怜,于是找了个球想陪她玩玩,没想到小熊猫却紧紧抱住男子大头,看来这地板是不用拖了,就是这个拖把是国宝做的,饲养员也拿她没办法,熊孩子名不虚传啊,男子亲自教小熊猫爬树,让她抱紧树枝,结果妈妈却觉得孩子太小,爬得太高很危险,每次爬树都会被她拽下来, 饲养员无奈只好单独训练她,不久后熊猫妈妈不再管孩子,一天天就知道吃根睡,俗话说一孕傻三年,最近她情绪很不稳定,总是显得很暴躁,甚至开始破坏园区里的设施,饲养员研究后表示,她又想谈恋爱。